中文字幕——YK 做法简单,营养丰富,大家一定要多吃啊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只需要鱼片哦 鱼片茶干水分 腌制鱼片 1茶匙盐 1茶匙姜粉 1茶匙胡椒粉 1茶匙姜粉 1茶匙咖喱粉 1汤匙面粉 淋上食用油 抓匀后 血藏腌制入味 我是当天腌制的 腌制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腌制隔夜味道更棒哦 烤盘铺上铝箔纸 烤盘铺上铝箔纸 淋上食用油 把腌制入味的鱼片排在烤盘上 记得要下鱼片之间留空隙哦 送入烤箱以180度烤20分钟 20分钟后把鱼片翻面 送入烤箱继续烤鱼片的另一面 我是烤9分钟左右 想要更干脆的口感可以自己调整烤9一点哦 烤了5分钟鱼片的状态 烤黄浆鱼片出炉了 很漂亮把肚子都饿了 黄浆鱼片味道鲜香美味 还可以吃到微微咖喱粉的味道很好吃哦 这道烤鱼片做法简单 可以提早腌制 隔夜想吃的时候把鱼片取出解冻 就可以由美味黄浆鱼片吃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上网找了些关于黄浆和鱼片的资料 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姜黄是一种多年生有香味的草本植物 既有药用价值 又可以做食品调料 新香清淡 略带胡椒 涉香味及甜成羽浆之混和味道 略有辣味 苦味 用姜黄粉可以提取姜黄色素 也即是姜黄素 是一种天然的 无毒的功能性色素 被许多的国家认可 可以添加到食品 药品 化妆品等领域 且是没有限制用量的事 根据需要量添加 姜黄粉作为调料 在亚洲有着悠久的历史 可以用来减轻炎症 加速伤口愈合和减轻疼痛 最近的研究显示 它还能抵御糖尿病 鱼类除了含丰富的奥米加三脂防酸和优质蛋白之外 还含有多种营养素 例如 点质 锡质 钙质 铁质 以及维他命A和D等 鱼对老年人保持心理年轻有积极作用 相信大家都知道 吃鱼不易长肥肉 适合爱美的女性吃 其实老人也适合吃鱼 因为老人常吃鱼可以保持心理年轻 还可以降低血压 保护心脏 预防中风 老人每周吃两次鱼 心理年轻四岁 如果老人每周吃一次鱼 心理年龄将年轻至少三岁 如果每周吃至少两次鱼 心理年龄将年轻四岁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海鲜和鱼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两百多个美味海鲜和鱼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